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三 姜汤灌肠 患者多日不排便或排便困难 腹部胀痛 欲呕 食不下 体力虚弱的 按推原始点无效 以直接用姜汤灌肠 此外 患者一日腹泻多次 发烧 体力虚弱等 此时应急用姜汤灌肠 因为姜汤性温 用于灌肠可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快速改善体内热能不足 简洁修复本处体伤 所以 不仅可解决腹部胀痛 欲呕 食不下 胃溃疡 胃出血 腹内出血 痛经 子宫下垂 小便困难 贫尿等症状 还可达到通便止泻 恢复体力的目的 由此可知 所有腹部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皆能以姜汤灌肠获得改善 对重病患者上述按推及热源使用 若无身 运动 心 情绪 观念配合 终将失败 初期运动量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过量反而容易受伤 因此 无需强求量力而为 缓慢增加 运动方式有拉筋 柔软操 太极拳 瑜伽 爬山 爬楼梯 腹地挺身 腹卧撑等 以能缓和持久射心为首选 不宜剧烈 可选几样使全身能均衡运动 室外运动以避免太冷或太热 易出汗 怕冷者 静及身体前后可塞毛巾 既可保暖 事后又方便取出 常保身体及衣物干爽 总之 重病患者日常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 放松身心 缓慢调息 随时活动 不可过累 累了就睡 但易不宜久躺久坐 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去落实 等热能渐充 体力转加 体伤改善 各种症状如冒虚汗 吃不下 气喘 水肿 头晕 溃烂 自然都可改善 好 我把运动看得很重要 它甚至比按推还有内外热源更加重要 而且我们常常讲嘛 自意力 修复力 这个指的是什么 就是体力 那体力谁能给你 就是自己啊 自己锻炼才是最可靠的 这样你健康生命才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运动自己不用人家叫啊 我自己就可以运动了 也不需要人家帮忙啊 运动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你 没有人啊 如果你要别人帮忙我也可以帮忙啊 我每天爬山啊 我就多帮你爬一趟 你看 你会更好嘛 所以要靠自己 然后运动 如果你是正常人 你就可以时间拉长以自己体力 每天锻炼 又可以养生生命也可以延长 遇到疾病 因为你有体力 恢复也比较快 那万一如果你已经是重病患者 那要看你的体力哦 不要过量哦 有时候一急的话一过量 反而越运动越虚 我们上面也有放案例 有没有 胃癌的 它就是一开始也是很猛 急于运动 有没有 然后姜也喝得太猛 然后结果呢 越急 心情又没有调适过来 然后结果越来越虚 最后也减量 以他体力看他这样运动下去不行 就把它减量 反而慢慢就好 所以重病患者不要超了 就是不要让他过量 只要他身体感觉 这样运动可以了 然后也比较舒服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越来越好才慢慢增加 这样才不会出事 那重病患者有一个到了 你看什么叫重病 就是体力虚弱 那体力虚弱的人越不想动 所以你有时候跟他讲 他确实是很为难的 但是还是要沟通 就是把这个强调 让他知道如果不运动 那体力不能恢复的话 对他的病情可能就会 没有什么帮助 甚至恶化都有可能 让他明瞭他的严重性 所以我把运动看得很重要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4. 充分休息 不可劳累 以不宜长卧久坐而不动 不可熬夜 以早睡 睡到自然醒 醒后误赖床 并杜绝方式 5. 良好心态 重病患者 情绪容易低落 对疾病会有恐惧压力 有急求病好 心情在如此紧绷下 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反而更伤身体 要保持内心平静 就要深信因果 了解疾病 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产生的果 只是讯号 不需在意 彻底放下 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 就算遇到各种恶极 仍要坚信 唯有从阴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其实这里要谈的就是 运动很重要 但跟心情比较 又是哪一个重要 心情最重要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动补 动补不如心情好 所以心态好才是最重要 那患者每一天都在担心害怕 哎呀我的病情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然后越担心越有压力 反而病 对他的病情一点帮助也没有 而且在担心的过程中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这我们常常看到 所以我才说心情是最重要 但你要心情好不容易啊 那要怎么办呢 唯一一条就是要熟读原始点 因为当他了解了疾病的过程 也就是生老病死的过程 他了难于胸 那他就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就是因为不知道下一步 一般生病的人就是不知道下一步 所以才会害怕 那你知道了 心情就笃定多了 那信心就会出来了 像你们听到今天 我相信如果真的听懂 你们不用原始点 我都觉得很奇怪 那真懂的话 以后生病 你还会到处跑医院吗 不会吗 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我已经拍照了 你们都不跑医院 哪一天我去医院乱逛 看到你们 不过说实在 我自己也告诉自己 我生病一定不去 因为我很清楚 自己来就好 反正原始点 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老了该死就死了 那万一倒下去 那就看阴炎了 倒下去要急救的时候 就看你们了 我也不提他医院了 别笑我真的 我连一点 我只要倒下去 我绝对不会去医院 我一定会先写 不管我是脑中风倒下去 或心脏骤停倒下去 反正谁看到我就帮我压一压 先从背部压 只是看到你们这样 我还有一点没信心 你们一直笑一直笑 万一背部把我揉到外面去了 揉错位置了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有 但是我也认了 起码比一压前面 我知道输无多了 所以真的要坚信 如果真的了解了 确实可以做到这样 那以后死就是求一个好死 我认为生命 有时候想一想也不一定在乎长短 活得踏实一点 然后要走的时候 走得潇洒一点 反正总有意思嘛 好 只是 说是这样 你们以后面临到会不会这样 好像人家说哪个医师还不错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到这一刻 就考验你对原始点的信心 好 我们再看下面 若原始点医学处理后 症状仍在 甚至加重 且体力也在衰退 以反省按推 外内热源或运动 是否做不到位 情绪是否起伏太大 以便及时修正偏差 否则 贪快而用寒凉性钥匙或手术 一不小心就会严重透支热能 而危及生命 患者更应开阔心胸 澄清思虑 常怀喜悦 感恩 包容的心 避免大的情绪波动 以不可乱想 自成心结 家人 以随时观察 开导 鼓励 患者若能端正心态 反观自省 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则更好 最后 患者虽不需在意病情 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 而掉以轻心 重病患者康复后 体质较常人脆弱 故饮食起居 不可骤然恢复常态 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 进行保健 由应避免寒凉与劳累 且要特别加强运动 放松心情 从根本上增强体质 杜绝复发 并逐渐摆脱对热源 尤其是浓姜汤的依赖 好 那我们这个整个重病处理 就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最后来放两个案例 也就是我们志工的分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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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末期案例 有三句话可以形容 受费 分享 与感恩 从生第六年了 重症病患的名词已成过去世 六年前检查中发现 我是卵巢癌末期 经过了开刀 化疗八次 化疗过后的后遗症 手脚末梢神经麻木 我连走路端汤都有困难 吃子都要吃到胃溃疡 打化疗打到高血压 牙床松动 眼睛出血等 像是一个会人一样的 化疗后的后遗症 又在2011年的8月 因为脊椎压迫到神经 做也不是 站也不是 到处看了西医 中医 复健都没有效 心理害怕又要开刀 善元的朋友介绍 我来到了原始点基金会 经过几次的按推 温敷 喝姜茶 短时间脊椎好了 因为自己是重症病患 我开始认真的去执行 原始点疗法 在基金会师兄的帮忙下 按推 我用软软包24小时的执行温敷 每日喝姜茶 体能有很大的改善 有的体力与精神 我当时就留下来基金会当志工到现在 愿我将个人在原始点的经验与受费 分享给更多人 让原始点张医师的大爱精神 传播给更多人分享 我都用这样的精神鼓励病患 跟家属 我可以好起来 你也可以一样 记住 要健康 一定要运动 心情要放轻松 配合原始点的按推 温敷喝姜茶 你一定会好起来 跟我现在一样 记得 好起来 要回来基金会当志工哦 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服务 能做服务就是一种幸福 不管在家里或是在外面工作 基本上 要来当原始点的志工 要有爱 慈悲 要有一颗热忱服务的心 参与志工的服务 也必须遵守 基金会的志工守折 重视伦理 纪律 彼此尊重 分享经验 热忱的付出 基金会是一个学习 以自我成长的一个好地方 大肠癌案例 首先进行四次的化疗 每个化疗中间隔两个礼拜 所以将近两个月 化疗做完之后 就做肿瘤的定位两次 定位好之后 接着做28次的放射治疗 一个礼拜五次 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所以一共做了大约六个礼拜 中间停了也是六个礼拜 因为医生说 肿瘤在这个六个礼拜之后 缩瘤到最小的程度 才进行手术 手术完大约一个月之后 它的伤口表层愈合了 就开始化疗 化疗每次间隔大约两个礼拜 做了八次化疗之后 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所以整个疗程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一天的作息 早上起床 用完早餐以后 徒步走到我家附近的金面山 就一步两街往上一口气爬到山顶 金面山的长度大约七百公尺 我一口气就宫顶 从不休息 爬到山上以后 我下来就走另外一条方向 刚刚有单杠 那我就开始拉单杠 每天固定大约拉二十几下到三十下 走下山以后我用消跑步回到家里 稍微休息 就到基金会来进行一天的工作 在基金会一整天里面 我会帮重症学员他们按推 最多一天八个人全身的 所以这个体力的消耗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运动 我的体力慢慢的改善 其实就是由各方面的配合 在基金会里面除了按推以外 陪重症学员看张艺师的光碟 然后又陪他们跳正多远 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我会利用我家里的楼梯 我家住公寓五楼 那我从一楼爬到五楼楼顶 平常都维持在二十几趟到三十趟 爬完楼梯以后呢 因为要运动上背部 所以我就借用伏地挺身 平常多做四五十下 最多我可以做六十下 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者 我想有四个重要的 第一点 因为我所读了原始点医学 然后长期薪修 原始点医学已经生日我的心中 第二点呢 是因为有切身之痛 第三点 不想让家人担心 也不想造成家里的负担 那第四点呢 因为我是受益者 一套这么好的方法 我想用我的下半辈子来帮助 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 有以上这四点 每次当我在倦怠的时候 我都会去回想 回想以后呢 我就产生了动力 我都会去回想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医师提供基金会平台 让所有人参与学习的机会 当发心付出之际 也是自己受益的开始 张医师正在写历史 为地球法界所有生命体 开启了健康希望之门 我们何其有幸 参与圣会 也是历史见证者 只要大家不忘出发心 则热忱的动力将渊源不绝 影响后代 子子孙孙 无远佛界 感恩张医师 也感恩志工伙伴们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也欢迎各位以后加入原始点的团队 来当志工 那你们看到志工的分享 其实健康最后还是要靠谁 绝对自己 就是这样努力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博调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畠赏 转发 仁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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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换